這個VBA的部分 其實VBA部分的話大概就是 最基本的就是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一定是Function開頭 Function結尾 那使用的方法當然就是Ctrl-C Ctrl-V 也許我從這邊 SUB是一個按鈕 所以SUB可以對應到的就是 一個清除是這個 這個是用公式輸出 這個是用刮弧 所以有三個按鈕 那如果你要全部都用的話 你可以直接 Ship鍵按住 把這邊放Ctrl-C一下 那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的這個VBA裡面 VBA部分的話呢 就是直接記得就是從 這個visualback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OK了 如果說你是SUB的話 你可以對應到那個一個按鈕 按鈕怎麼加呢 其實我剛剛有特別提過 其實這邊有插入 這邊按鈕 直接拉一下 然後 假設刮弧四串 那你就直接 我習慣是複製它 然後再把它再貼上 其他都一樣 分別把這些做出來 當你按一下它 它會自動把這個刮弧輸出了 除了說這一段程式碼之外 清楚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執行 剛剛有同學會問說 郵票放這邊按執行 奇怪它怎麼會跳這個 這邊有沒有執行 特別注意喔 常常有同學可能還不太清楚那個VBA 如果是SUB開頭的 它可以對應到按鈕 它可以被執行 但它基本上就是跑完之後 它就結束了 那如果是Function的話 它不是透過這邊執行 因為它是互動的 你必須要透過這邊喔 插入函數的時候 它才會出現 所以兩個的角色不一樣 但是這兩者都是VBA裡面最重要 所以以後問你說 VBA裡面能做出什麼效果 其實就兩個嘛 最重要的一個SUB 一個Function OK 那兩者最大的差異就是 SUB可以對應這個按鈕 它跑完就結束了 它不會回傳給你任何東西 但是Function不一樣 它互動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用Function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 產生一個對不對 怎麼執行它 有不要放這邊 它的使用方法跟其他的內建函數呢 基本上大同小異 最大的差別是 它會多出一個使用者定義 刮弧自串 OK 然後按確定 這個資料是我們放在刮弧 就是那個Function後面有個資料 兩個字 它會自己在這邊顯示出來 那你給它資料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會自動給你結果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放開 全部就好了 其實方便太多了啦 所以以後可以試試看 那裡面到底怎麼寫的 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基本上裡面的這一段 方選 制定的方選 它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把那個什麼 Find有沒有 改成這個函數 叫INSTR 因為VBA裡面 它的尋找 尋找的函數 換一個名稱 叫INSTR 使用的方法 跟Find 差異性不大 它一樣會告訴你回來 在哪一個位置 不過呢 它如果找不到 Find是給你一個Value的錯誤 可是 INSTR回來的是什麼 給你一個0 它找不到的話 就會回來給你 給你是一個0 所以如果我要判斷說 它如果找不到的話 我可以用什麼 假如找不到的話 那就是 不等於0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不等於 不等於0的話 那表示找到了 OK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我去裡面找 繼續往下找 那我A的這個變數 是找到前刮弧的位置 你會發現 INSTR跟Find 第二個不一樣是 它這兩個參數的位置顛倒了 本來刮弧 Find是放前面 資料放後 它很好顛倒 那找到B是後刮弧 那如果A A這個東西 A是前刮弧 如果不等於0 那表示說它找到 找到的話呢 就是 把這個東西 怎麼樣 找到之後的這個結果 再把它輸 輸出一樣是A加1 就是找到前刮弧的位置 再來是B-A 再-1 公式其實跟 B指的是後刮弧的位置 減掉前刮弧 再把它-1 那反織的話 L是反織 如果沒找到的話 那就給空自串 OK 那所以知情結果 找不到的話 那就是空自串 這個是 我們那個刮弧 自串 這個自串的 這個自串的 那個自令函數部分 那其他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 這個有三段 這個按鈕 那你也可以自己再把它加在這邊 分別做出來 結果 就可以看到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我有一個畫面 你可以試著做做看 那當然這個自令函數 效率一定會比較快 而且快非常多 那再來 最後 剩下一點點時間 那個 可能請各位 可能再看一下這個 152這一題 這一題其實跟 剛剛這一題還蠻像的 差別是說 它有前刮弧 一個 兩個 三個 後刮弧 一樣有三個 那我要抓是 這個的長 幫我放在 其實應該是放在這裡 只是說我分三個步驟 第一個前刮弧 第二個前刮弧 第一個數字 放這邊 第二個 放這邊 有沒有 第三個 放這邊 OK 所以做法上 我講過 就是主要是 Find的第三個參數 從哪邊找 OK 那同學可以先試做看看 那另外還有一題 也是剛好 同學提的問題 因為其他的補充範例 我有放了一題 因為剛好同學 之前有同學問的一個問題 在雲端白板裡面 那我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其他補充範例 其他補充範例 其他補充範例 入門的部分 其實有一題 我覺得跟這個還蠻像的 MID函數與Find函數 他的需求 其實就是類似像這樣 我把這個 把它下載下來 那他其實就是說 剛剛有個同學 他經常性的 會從網路上抓一些資料下來 放在他的Excel裡面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發生 就是說 他抓下來的東西 他不是全部都要 他只要什麼 只要這個檔案裡面的什麼呢 這個檔案裡面的超連結部分 那你可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超連結也是一樣 有個中國阿虎 中國阿虎 他只要這個區段的資料 那但是他光這個問題 他就很苦惱 為什麼他每天光處理這件事情 就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那用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節省他的時間 其實這邊的話 各位可以 把他啟動編輯 其實他的需求就是這樣 這裡面 他其實抓下來就是抓一個網頁的資料 那裡面呢 他其實只要什麼 只要這個超連結 就是從這個 這個瓜糊的後面 到這個瓜糊的前面 他希望把這一段怎麼樣 摳到這裡來 當然他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點兩下 這樣子 Ctrl C 這邊怎麼樣 Ctrl V 過來了 但是他裡面 每次都是幾千筆 幾千筆 對不對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解決 可以第一個 第二個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 後來好像 我們其實用fine 頭跟fine尾 OK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 他如果裡面 如果有什麼 一個超連結 兩個超連結 有沒有發現 甚至好第三個超連結 第四個超連結 很多個超連結 那就麻煩了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因為時間可能不太夠 這個是延伸的補充範例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做做看 因為你會發現做完之後 向下填滿 一次就搞定了 但是函數他只能抓到第一個 第二個以後怎麼辦 這個地方的話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試做看 那個需要的那個程式碼解答 在這邊也有 其實一樣 我也會把那個需要的步驟 在這邊其實還蠻清楚的 用哪些公式 另外 有些部分如果說 用內建的函數做不到的話 可能你還是非得用VBA 那VBA怎麼做 基本上這邊後面都有答案 後來好像寫得蠻複雜的 寫到我已經 OK這裡 字串切割 所有的超連結 這邊會用到一個 DoFile迴圈 OK 那當然難度比較高 有興趣 這個就是 看個人程度 如果你有興趣 自己再稍微看 如果你還已經超過你的負荷量的話 那你就實在是打住沒關係 OK 有這些 反正方法 這些我想 今天主要的詛咒就是 如何快速有效率的解決一個問題 那方法很多 也許你目前的功力 只有小學生階段的話 那你可能要設定一個目標吧 也許慢慢再增加 也許你的累積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原來解決一個問題 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那你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 我看很多人真的可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節省掉很多的時間 如果你時間省下來 哇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每天 還可以 甚至 我建議同學可以再多學習 因為你學習之後 那你的時間又變成有效率一些些 那你還有更多時間 還可以再繼續學習 然後你又省下更多時間 其實這是一個正向循環 你又學會了 那你工作效率又提高了 那另外你的專業技能也提高了 其實你的機會也會比別人更多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我這一題 是放在 不是放在那個 最外面 是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的其他補充範例這邊 那其他補充範例 我有分好幾個 其中有一個是入門的 OK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都是算 VBA裡面最低階 就是最基本的東西 其中有一個是這個 自串切割這個 OK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找找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